寫信 寫信其實是一個 表達情感的另外一種方式 每個人只要發揮自己的力量寫東西 讓大家能夠獲得來自國外的力量 批評就可以將小行動成為人群和威脂 既然大家會覺得 這個語心片寫下去到底是會有回應還是沒有回應 有沒有希望 但是我其實很想跟大家說 只要我們還有發生一個矛盾 那就表示我們還活在民主的社會裡 不要忽視自己小小的力量 只是我們很溫柔的這種力量 也是會造成一個很大的效果 所以你會意識到這整件事情強大的力量 整個感覺和氛圍會不一樣 寫信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可以把你的情感去表達出來 讓所有被這世界不公平對待的人 都可以有朝一日重返自由的生活 請珍惜我們每一次可以發生的機會 我願意照亮你心中的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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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別擔心 別擔心 我們會走得更遠 我們會走得更遠 沿路的時候我會覆復著你的肩 我會為了你出現 我會為了你出現 有光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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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